2-6-4 使用关键画格调整特效变化 预设的样式套用到媒体素材中 不论是特效轨或者是直接套用到媒体素材的方式 从头到尾都是相同参数的特效 如果要设定特效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则要使用关键画格的方式来调整特效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如何使用关键画格 首先我们点选特效轨中普攻音的样式 按下关键画格 进来之后你把特效打开 这个是普攻音的设定值 那当然每一个不同的特效 它的设定值的做法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的是 这一个马车中的普攻音样式 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的变化 所以一开始的是这个位置 你可以拨一下下 停 假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密度我想多一点 普攻音的密度我想多一点 你就会发现它的普攻音的那个样式会多一点 个数会多一点点 好 大小可以微调 方向可以调整 是否要3D深度 那个深度的部分 也可以去做一个变化 它会变成是3D的样式的特效 好 那我们可以再往下拨 好 然后我们再修改它的参数值 那其他的值有修改没修改其实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去任意的微调 来再拨放 停 好 例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改一下样式 好 完成之后呢 来我们看一下哦 利用这样一个关键影格的方式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普攻音它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 会跟以前早期是不太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是利用关键画格的方式去改变 所有的特效在不同时间点中的变化